主角珊瑚 當外面成恨 女主角仍想殺害程敵 結果會是…… 今集你是主角的嘉賓 最終她的人生會是怎樣的呢 今集《你是主角》的嘉賓許尤謙 一直認為得不到家人的愛 年少時被侵犯 反而被媽媽送入女童院 令他離家出走 結家壞朋友及吸毒 以為認識到一個自己好愛的男朋友 但又狠狠被背叛 我認識了一個古畫仔 喜歡了他 我和這個古畫仔同居七年 和他一起不停接觸不同的毒品 天天天天顛倒的生活 沒想過有一天我回到家 我見到有個女人在房間 當時我已經很生氣 我就衝進廚房 拿著把菜刀衝出去 就斬過去 但我沒有斬到那個女人 因為他跟那個女人說了 自此許有謙過沉淪的生活 吸毒 販毒 甚至想了結自己 直至被囚禁入獄 一個看似無望的人生 最終可以怎樣改變 如果想知道劇情的發展 就要留意你視主角 要在中間擠還是尾擠呢 去完廁所 蓋不蓋廁所板 有顏色的衣服和白色衣服要分開洗 錯 兩個人結婚 有很多事需要適應 即使是細微的生活習慣 都可能養成大衝突 今集愛地球觀察站 就會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兩夫妻的相處之道 一個香港人 一個印度人 一個女人 一個男人 一個快 一個慢 究竟是火星撞地球 還是一粒一突 合得剛剛好呢 即是她很喜歡辣 我不吃辣 我認為她是一個蠻多功能的人 她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我只能做一件事 所以她是一個不同的性格 不是呀 很小事而已 很多人都遇到的 說得對 Kidling和VJ都是這樣說 我認為大家有很多挑戰 無論是同一個國家 同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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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甚至不同的問題 是生命的部分 面對與另一半相處大不同 還要經常對著她 究竟要死忍 還是改變自己 改變對方才有出路呢 記得留意今集 愛地球觀察站 夫妻節專題 跟著矛盾去結婚啦 米酒煮 精彩內容又何止那麼少 還有多年營商經驗的 基督徒和聖師前輩分享 不要錯過啦 不是依靠勢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靈 方能成事 這句來自薩加里亞書 四張六字的經文 可能你都不會覺得陌生 但當中其實有很多深刻的教導 想知就要留意靈情日記啦 聖殿的重建 帶來以聖殿的攀幕 和神的英訊 林偉俊牧師 擁有22年木會經驗 現在是中國基督教報道會 同覆九龍東堂的唐主任 今次靈情日記 就邀請到他和大家一起 研讀薩加里亞書 這段書其實是特別對 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聖殿的猶太人講的一個信息 重建一個和神的關係 當然他們有遇到很多艱難 外邊的環境 不同的列國 對耶路撒冷都有很多的心裡 希望能夠佔據這個地方的野心 薩加里亞信息 就是希望能夠幫助他們 做回上帝在那個時候 要他們做的事情 薩加里亞見到第一個現象 他不太明白這些騎鑽馬的使者 是什麼意思 神就告訴他 這些騎鑽馬的使者 薩加里亞書 讀落的確有點艱深 林偉俊牧師就鼓勵大家 要將書卷裡面的信息 連繫到生活當中 我們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 我們敬拜的生活 翻崇拜 我們要十一奉獻 我們可能會禁食 諸如此類 究竟我們的核心 是不是真的著重同神的關係 或者只是一些 好像基督徒要做的事情 做了就算了 就已經是滿足呢 薩加里亞書第一章 耶和華呼喚子民 薩加里亞書 有林牧師《色經》之外 還有李日朗阿當 擔任經文中讀的嘉賓 我覺得零修 早上零修對我來說 就是每一日去充電 就是一個能量 它會藉著一些上帝的話語 去警醒自己今天 究竟要留意些什麼 特別是 譬如在娛樂圈這個行業裡面 如何可以抱著自己的原則 只是去說真的 這個我每一日都會提醒自己 就是零修對我太重要了 它就是幫我recharge 和去過濾一些負能量 在播出薩加里亞書之前 好感恩啊 我們可以去到 林偉俊牧師服侍的教會 推廣靈情日記事工 知道本身弟兄姊妹 都有用其他零修工具 不過牧師就認為 零修工具如果互相配合 就相得益彰啦 因為人都是多樣化的 或者我們習慣看字的 即我們的專注力有時都有限 但是動畫或者是有影像 有一個牧者來介紹 對那段經文的理解 以及幫助我們 不用自己 不知應該怎樣了解那段經文 是有幫助的 也都始終對於 未開開教會 對聖經不熟悉的人來說 這是一個挺好的進路 以至至起碼他覺得 原來聖經都未必是這麼沉悶 和他沒有關係 靈情日記 不單止可以在電視收睇 亦都可以上Facebook 在網頁 或者下載靈情日記APP 收睇 我覺得是很舒服 即是自己本身是教徒 或者透過APP試 亦都可以每天的靈修 對自己的金句更加豐富 怎樣去靈修呢 我想每一個人真的會不同 但我覺得 這個亦都是其中一個導引 即是透過不同的經文 以及當中神的林哉 這樣來幫助我們 以及不同的牧者 他們亦都會帶領一些信徒 給我們一個方向是很好 靈情日記 對於現今一些繁忙的香港人的生活 都是帶給他們一些很方便的渠道 可以零售 所以我覺得都是很值得去推介 給不同的信徒 使用這個靈情日記的節目 另一件令我們同工很鼓舞的事 就是當中有不少弟兄姊妹 都有收看創世電視 其中Wilfred在2008年 已經有留意創世電視 覺得有基督教電視台回應社會 是很難得的事 接下來我們亦都會去到不同的教會 推廣創世電視和靈情日記 如果你都想讓更多人知道創世電視 可以打來22096261 又或者登入靈情日記的Facebook 留言給我們 我們好樂意來到你們的教會分享 如果想收看靈情日記 可以留意以下時段 或者登入我們的網站 或者Facebook收看 如果你想支持創世電視的福音製作 又或者想跟進我們的最新消息 都可以打來3086048 又或者點進我們的Facebook 下集創世情報站再見 拜拜 我們按照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一些建築 你們下次見